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为什么要建议你和双子座结婚呢 一 他们一个眼神就懂你 双子座可以算是12星座里面 最接之过人的星座 他们的脑子转得很快 想的总是可以跟上自己的动作 可以说是很厉害的 他们是很聪明的 尤其观察力非常的敏锐 常常一个眼神就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所以跟他们相处起来也相对轻松 有些时候不用太多说明 他们就可以了解你的想法了 二 很会聊天 双子座很会聊天 他们不只很会说些甜蜜语 也可以跟你从东边扯到西边的 日常的聊天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难 所以跟他们相处在一起 通常都不太会在谈话期间感到尴尬 他们自己也很讨厌尴尬的感觉 所以一旦察觉就会想办法让气氛热络起来 跟他们在一起总是会有聊不完的话题 三 懂得拿捏分寸 双子座是比较调皮一点的星座 在面对自己比较亲近或是比较熟悉的人 他们的嘴巴总是比较坏一点 可是其实他们的心底还是很善良的 虽然嘴巴不饶人 可是他们会开的玩笑 绝对会只是那种可以让你同富大笑 但不是戳到你同出的玩笑 尤其他们很会看人脸色也懂得拿捏分寸 如果发现你真的感到不开心了 他们也会就此收手的 四 双子很心软 双子座的人其实是很乐观的 即使遇到了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他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不会总是顺心 就算不开心那也只会是苦了自己 所以他们很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当然他们也是很好哄的 不太容易生气的他们即使不高兴 只要你一句道歉 他们也很容易就会心软了 五 幽默风趣 他们只要一开口 就可以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把场面的气氛用得很活络 在人群里总是扮演着开心果的角色 亲切又大方的他们 一点都不做作 跟他们相处起来久了 就会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 也会觉得跟他们相处起来很自在 轻松 绝对会想要拥有这样的朋友和亲人 六 很好哄 聪明的双子女凡事都看得很通透 正因为如此 他们也不会太过计较 对双子女来说 他们的脑子是用来生产创意的 不是用来记仇的 所以双子女非常好哄 就算是生气 只要你哄一哄 很快就消气了 不会和你太计较 七 弄得浪漫 双子女的浪漫是与生俱来的 他们擅长甜言蜜语 满脑子都是浪漫小技巧 爱玩的双子女 但你吃美食秀恩爱 即使什么都没有 也能让你体验到偶像剧里的爱情 一般人根本扛不住 如果你不快乐 他们有无数种方法逗你开心 和双子女在一起 你只会越来越开心 八 有趣的灵魂 双子女追求新鲜 脑子里也充斥着许多惊喜的想法 和双子女结婚你的生活永远也不会无聊 每天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他们风趣幽默 你再伤心他们也能赶走你的悲伤 双子女善变精尊 既能陪你一起出去玩 也能陪你的亲朋好友谈天说地 两个人的恋爱 双子女能让你体验到无数种恋爱方式 想想就很有趣 九 然一 双子女其实只是假装花心 性格决定了他们很难在同样的环境长期生活 因此他们总是不断变化 但是双子女花心的外表下是一个专一的灵魂 找到真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此一旦遇到了真爱 双子女会自动清除身边的一切隐患 从此所有浪漫的事只为一个人做 所有甜言蜜语只对一个人说 只要你是双子女的真爱和双子女结婚注定会幸福一辈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